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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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SHIT MING PAO TORONTO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你的主播尚恩 今天我們就來玩看愛里的全新造型 沙灘泳裝派對 一開始呢我們先來個 抽獎的部分喔 想要看實戰的呢可以直接跳過到後面 一點 順便詢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之後呢如果有新造型的抽獎影片 大家希望呢是跟實戰整合在一起 像這一步這樣 還是分開成兩步比較好搜尋 一開始呢我們有3300點喔 我們採取五抽五抽的抽法 大家知道呢傳說官方的抽獎 通常是最後一抽才抽到喔 那我們就不看抽到什麼 直接抽到最後一個 OK果然最後一抽才抽到 這次呢總共花了2900點 大家覺得這價錢如何 歡迎說說看你的看法 接著呢右上角是我們的出裝奧義 那奧義的部分呢 中間必有也可以改刺殺隨你喜歡 然後呢鞋子的部分 這一場呢我有改成呢 跑速鞋 關於為什麼改跑速鞋呢 待會馬上就知道了 一開始呢敵方的 我還不確定敵方英雄是什麼 結果竟然是凱格路斯 這個有點失誤的是呢凱格路斯吃了紅BUFF 而且呢他的運氣也太好了吧 前面幾個攻擊竟然全部暴擊 那這個暴擊率呢只有天選之人才可以幫得到喔 但我們也沒什麼藉口 被單殺就是被單殺 那由於前期也打不太贏呢 我們就不出物防鞋跟敵方打架了 那我們選擇改為出跑速鞋 跑速鞋一來呢我們可以安全的清兵 就算換血被扣血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回家回補 快速回到線上 而且呢由於艾莉有很高的機動性喔 我們二技能是不用魔力的 所以呢我們有跑速鞋的話 我們可以更早一步 抵達中路去支援 玩凱薩路呢千萬不要很慫很怕對方喔 一直蹲在塔下 這樣子呢敵方會為所欲為 把所有的野怪吃完 還比我們先不支援 因為我們還要再慢慢清兵 前期呢就算換血也不用害怕喔 舉例來說呢一套換血換下來 我們可能生五成血 敵方只扣三成還有七成 可是呢我們可以回家補血再出來 這樣子呢我們血量就有優勢了 要好好的利用艾莉高機動這一點喔 而且呢這也是為什麼我前期第一件會買跑速鞋的原因 可是正常情況下呢 假設我們對上四個的主卡 誤方鞋還是有幫助的 這裡呢追到敵方的 打野跟景都在比較深的位置喔 我們想去支援 很可惜的呢這一場有敵方娜塔亞 沒有過去支援喔 這樣子娜塔亞就看到我的視野 敵方就有防備心 景家有個翻滾跟瞬移 但沒關係 最後再丟個飛鏢 把他帶走 但最後也被敵方娜塔亞暈到喔 結果是一個2比2的戰局 前期目前呢是2比6 我們有兩個頭 敵方6個 看起來雖然是逆風局呢 可是我有吃到每一波兵線喔 所以我們並不虧 而且我自己身上還有兩個頭 OK這邊凱格路斯呢沒有印度人的技能 他不太好抓人喔 最後撤了一些防禦卡傷害被可人帶走 趁這個機會呢趕緊把他的敵方下塔 下塔有一整波兵線呢 而且沒人手的狀況 可以很快速把他拔掉 除了拔掉這座塔之外呢 我們還要再次一波兵線 這樣子呢我們就賺到一定的程度 敵方凱格路斯剛復活 而且呢我們已經買到了破針跟跑速鞋 有了這兩件呢加上奧義 基本上沒有人可以追得上我們 就算你是納克羅斯 比如說艾琳呢在之前改版之後 我們二技能的動畫呢變得更加流暢喔 二技能是可以順滑 以前二技能呢會卡下卡下的 反正呢記得我們艾琳有兩個優勢喔 第一個優勢呢就是我們有非常高的機動性 第二個優勢呢就是我們有一套秒殺的連招 先偷了這個凱格路斯的小鳥喔 接著來看一看他吃這個龍 不用騎車去 等血量少一點的時候呢上去他什麼都做不了喔 畢竟他沒有制裁 大招把他龍搶掉 凱格路斯的血量呢還被壓到剩四層左右 四層左右呢他就很危險喔 我們的奎倫呢或者誰 可以一套帶走他 這邊中路我覺得 支援有點晚喔 那我們就來清兵 把兵線推進去 玩凱格路斯呢 欸不是 玩凱撒路呢不管你是什麼英雄 記得邊線是我們的責任喔 我們可以推下路 也可以跟射手換線推上路 通常呢凱撒路都是有高機動性 而且單挑比較強 OK我們想要幫忙看看呢 這個銀咒會不會要亂來喔 我們殺銀咒還挺簡單的 通常呢銀咒都不會出斧頭 一套連招是足夠帶走他的喔 但是這邊敵方艦塔爾跟凱格路斯都追了過來 凱格路斯倒了銀咒也倒了 這一波有賺 我們可以贏敵方倒三人 欸目前是兩人 回家補格狀態 跑路斯連跟破陣呢 一直是我們非常喜歡的組合喔 可以注意到我們回到線上速度非常快 這一波呢我們也不用執著去支援喔 可以清兵就清兵 有支援的話再去 比如呢看到敵方的錦喔或者法師啊 走位太深路 這邊我們古墓看來是活不了了 我目標是後面的銀咒 暈著他一套連招 最後一個一技能 哎呀有點可惜 最後一技能沒了命中喔 不然呢銀咒剛剛就要帶走 但是注意呢在這個你來我往的過程 我們吃了很多的兵線 戰績也來到了9比10 從一開始大逆風呢 到現在只有小逆 而且呢我個人的經濟是全場最高的 這又是高機動性厲害的地方 儘管我們前期死了兩次 還是可以到處發育喔 我們所謂到處發育呢 也沒有過去中路吃他的兵線喔 也不是說去壓縮隊友的經濟 而是呢知道什麼時候去支援 什麼時候回家清兵 如果這時候呢大家會問 欸那我應該什麼時候去支援 什麼時候該清兵 其實呢只要你多看小地圖 就可以得到答案喔 基本上呢我的做法是兵線來的瞬間 快速把它清掉 然後呢可能在凱撒附近的草叢 附近的森林帶一帶 找到個井 可惜大招沒中喔 那你這次暫且讓他活下來 很多人說艾里被削弱 削的很弱呢 其實我覺得艾里 完全是還好喔 至少呢我們一趟秒殺高爆發 還有我們高機動性還保留著 只不過跟以前相比呢 以前的艾里是一個戰士喔 可以扛出傷害殺掉所有人 現在變得更像一個刺客 如果問我被削弱最多的英雄呢 我覺得應該就是莉莉安 莉莉安的機動性被削弱冷卻加長 然後呢莉莉安的傷害也被減 攻擊射程也被縮短 那這步夠贏咒成功 我們假裝要吃藍 然後成功帶走贏咒 至少我們沒有大招的時候呢 就要謹慎一點喔 不要太衝 大招冷卻也不會很長 20秒 把加入兵線帶進去給敵方壓力 最後凱格路斯血量不是很好喔 喔很可惜呢 最後沒人帶走凱格 可是我們三段二技能也用掉了 如果我們留著的話呢 自己也會死 對這個圖倫感到非常抱歉喔 他是奎倫才對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呢 好好的帶風向 把這樣遊戲正確的結束掉 至少我們出裝呢 待會還要出個狂暴之手跟復活甲 我們的王者之間呢 炸一波兵線應該就差不多可以買出來 這波兵線沒有很完整喔 可能要炸一波 但我們知道呢 敵方 凱格在附近 他們的人差不多都消失 消耗一下他的血量就夠了 這邊敵方凱格經濟也有點起來了 但是他剛剛也用了大招 也代表呢 目前他們暫時不會打團戰 這時候要小心一下敵方的支援 那這邊奴蜜亞蠻血呢 這個古龍我們有點需要喔 如果古龍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不用回家 這時候大招冷卻快好了 中路呢應該是不會打起來的 也打不起來 我們就把上路兵線帶上去 那這是一款推塔遊戲 團戰呢我通常覺得 他有最高的優先權 團戰很重要 但是呢兵線也同樣重要喔 沒有兵線的話呢 根本就推不了塔 像下塔呢我們已經推到他 快到高地了 這波敵方營宙殘血 OK成功抓到 二技能大 直接秒殺 你看艾里這麼高的傷害呢 誰敢說艾里弱 還會有很多 順帶一提呢 艾里竟然是目前 排位勝利最高的刺客 53% 今天6月26號 可是也不能怪艾里喔 可能是其他的刺客下落太多 那艾里沒被動到呢 就僥倖變強 而且清兵速度也很快喔 這場會暴擊的關係呢 是因為我小豪的猛攻不夠喔 所以有放三顆暴怒 哎呀 這邊沒抓到銀咒 我們要等一等技能冷卻喔 敵方都在中路 那下路有個空檔 買出狂暴之手 優先退塔 注意到呢 這個娜塔爾已經交過二技能 娜塔爾最怕的呢 應該是我們最怕的是 娜塔爾的暈眩 他沒了暈眩 成功跳敵方下塔 這時候我們大招已經冷卻好了 注意呢 我血量也剩三個左右 而敵方凱克路剩下八成的血量喔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輕鬆把他單殺 而且呢這一場我們狂暴之手已經出發了 血量只剩不到一半 如果在蠻血在有狂暴之手的下呢 他是完全打不過我們的 當然呢我們也不能夠硬打 我們要看敵方的技能 如果是凱克路斯的話呢 就要看他的大招 等到放光的狀態沒有之後呢 就是我們單殺他的時候 這邊我們吃這個龍有點極限喔 敵方的資源應該會趕到 那這裡呢敵方看到我了 我覺得就該馬上回家 敵方清命速度呢其實也沒那麼快喔 我們不好的血呢再趕過來還來得及 上路有敵方的菫 那敵方的菫呢 剛看到我有一個殘血的艾力 然後他也有兵線 我覺得他應該會往前繼續推 這個草叢就是個好地方 而且我們還比兵線更快 OK菫果然過來 大招一技能直接秒殺 乾淨俐落又簡單 這邊有兩個選擇 支援隊友或者推傷 推傷呢應該可以結束遊戲喔 如果隊友拉開 可是我又怕隊友會死掉 那我們還是選擇去支援隊友 提前目標呢是後面 銀咒已經倒了 等一等隊友趕到 大招運到兩個目標 兩個同時倒下 OK下路還有一波兵線 敵方的主堡呢 已經開了空城機 還真的是一個人都沒有喔 那最後呢 直接去敵方的主堡 解釋狀野遊戲 以上是我帶來的 泳裝艾莉實戰解說 如果喜歡影片呢 別忘記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也可以分享給你喜歡 艾莉的朋友們 那最後呢感謝大家收看喔 每個禮拜一三五七 都會在NORALIVE開直播 歡迎大家一起看直播一起玩 那我是桑桑 我們下次見 拜拜